早在2007年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,就已经被美国人送上了脚型架,他德个人历史停在了这一年,升纤称霸,死后仍是话题大王,多年来围绕萨达姆到底是真实的活着,还是当初上脚型架的是萨达姆的近身?这样的一个疑问,始终存在着。 当年由于西方媒体的阻挠和片面的报道指责,许多人对萨达姆的了解并不清晰,在萨达姆时代,虽然他独短真行,也有许多失误,但是他也深爱自己的国家,用石油换取的美元,不仅用一个人的生活,而且还是的那个伊拉克的家庭都能够受益。 有媒体趁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人民,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,儿童享有免费的教育,又免费医疗,人们生活也比较幸福。 而美军在伊拉克挑起事端之后,用各种手段与先进的军事打击,为伊拉克的军事力量,消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之后,伊拉克并没有因推翻了萨达姆而进入了民主辉煌的时代。 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更加混乱和朝不保夕的地步,现在的伊拉克处在无政府的状态,居民流离失所,生存艰难,因战乱许多人已经远离了幸福的生活,失去生命。 这样的现状,是有的警觉人士、武装分子、反美帝势力都活跃起来了。 这对于美国的统治伊拉克极为不利的,美国人的政治谋略也派上了大用场。 他们造谣说,当初出此的只是伊拉克萨达姆的一个替身,萨达姆,至今仍然躲在伊拉克的某个角落,操控自己的力量制造国家混乱。 伊拉克人现在所有的一切灾难还是萨达姆造成的,这样的阴谋论也有一些人十分的相信。 众所周知,当年的萨达姆确实是有替身的,因为萨达姆本身是通过武装暴动登上总统宝座,他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,不太正式的场合,他也会让替身参加替他参加活动。 因此,当美国人放出舆论,说当年被杀的不是萨达姆本人,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,甚至内情的萨达姆的家人坐不住了。 他们要为自己的家人申冤,萨达姆的女儿就站出来指正说,行刑之前自己的父亲,做着一贯的手势,磨着自己的胡须。 在萨达姆家族中的代表意思是,我是被冤枉的。 伊拉克战争爆发,之后萨达姆就把自己的家人送到了国外。 萨达姆公然行刑的时候,他的家人都在看着电视的画面,熟悉的姿态,熟悉的手势。 但是,这一切都是自己所熟悉的父亲,所以说他的女儿站出来指正美国人的谎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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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